一人之下 番外锈铁重现已经更新 但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一元助理被打下一只眼 浑身中毒溃烂的魔人 被改成了只受到轻伤 然后被一个普通农妇砍断手臂 二秀菊拿起致丸同死魔人 丝毫不受妖刀的影响 三张玲玉 高连等人的剧情全没有 四吕慈和仇人青山扬平 谈笑风生 五许新的丹氏会发出蓝光 还有鸡飞效果 甚至能被敌人的小兵察觉躲避 丹氏是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的 即使是两豪杰之一的丁岛安 都要在极为专注的情况下 才能察觉 六公司得到妖刀的消息 只通知鱼龙会 不通知唐门和吕家 说剧情了 实际上是因为制作的时候 尼尔并没有开始更新漫画 只给制作组一个剧情的大纲 所以剧情上的不一样能理解 看过原作漫画 如果跟原作漫画对比的话 只有四五分 如果没有看过原作漫画 是能平上七分的 故事脉络清晰 节奏不拖沓 各方动机也交代清楚了 总结一下 看过漫画的就不要期待 棉山和透天窟窿之战的内容了 正常顺序是唐门天棉山之战 秀铁片透天窟窿对决 秀铁在线片 剧场版制作时间太早了 所以很多内容跟现在秀铁在线的设定不一样 比如英太漫画里死前已经中了唐门的毒 全身都是伤 皮肤都烂了 昏睡过去的情况下才被砍死的 剧场版开头 英太就一只眼睛流血 状态有点太好了 灵晴的性别也搞错了 番外里明确了是女生 剧场版制作的时间太早 结果搞成了男的声忧 联山之战和透天窟窿对决 应该要放到动漫第六或者第七季才能演到